骆驼为什么能在沙漠中行走 在沙漠中,骆驼是主要交通工具 骆驼之所以能在沙漠中行走 是因为骆驼的脚掌有夸厚的肉垫,有防烫的作用 可以保证它在沙堆里正常行走 鼻孔上还长着绊膜,可以很好地为它遮挡风沙 骆驼的耳朵里也长了很多细长的毛 专门用来阻挡风沙的入侵 它的身上长有一个或两个驼风 里面筑藏着脂肪 在缺乏食物时,这些脂肪会自动转化为营养 以维持它的生命活动 可以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两周 没有食物的条件下可生存一个月之久 此外,它的体温可以随着外界气温变化而变化 从而减少水分的蒸发 由于具有上述特征的身体构造 所以骆驼才能在沙漠里长途奔走